副總統蕭美琴8號中午現身台中 出席曼菲天使公益活動 開心和現場賓客握手之意 曼菲天使賣力熱舞 火力四射蕭美琴面向舞台 專心觀賞演出給他們最大的鼓勵 安英文總統任內 讓長照的預算不斷的逐年增加到800多億 到現在賴清德已經把他推向900多億的預算了 對身心障礙者的照顧 也是有自立生活的專案計劃 今年已經半五十多億 我們未來五年四百多億的預算 也是要投入 這場曼菲天使公益三會不只有熱舞演出 還有薩克斯波精湛演奏 經典歌曲《望春風》 伴隨觀眾鼓掌聲 場面溫馨又不時歡樂 蕭美琴親自來到公益餐會 看到現場滿滿慈善團體 也讓他很有感觸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這幾年 國際朋友這麼支持台灣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人的心情 是因為台灣人的愛心 讓國際的朋友認定 我們是一個支持 值得支持的地方 至此完畢台下支持著大聲 憲愛小美琴俏一筆愛心回憶 這場公益餐會 席開九十二桌 同時進行化作意脈 展現出台灣人愛心的力量 女生是黃順寧憲明 台中報導